朋友们大家好 这期我们又见面了 这期我们来聊一聊 就是番茄上我们最为常见到的 咱们在秋延后种植的时候 这个病毒病啊 到底应该怎么样去防治 那么病毒病呢 基本上就是发生在这个 心业位置 就是嫩业的位置 基本上啊 百分之八九十的呢 一般是这个白纹丝 它所危害呢 造成的病毒病啊 那么它一旦感染这个病毒病以后 最直接的一个表现是什么呢 就是说这个椰片啊 和正常这个椰片相比较来讲啊 它就会变得这个矮小啊 第二个呢就是说 这个椰片呢会出现 黄色和这个绿色斑驳啊 这样的一种颜色 那么直接性的会影响 它的一个光合作用 它这个呢是直接影响一个产量的啊 那么针对这个病毒病这一块 我们呢一般讲究呢 是以这个预防为主啊 尤其是秋元后这茬啊 我们第一个呢要挂一部分 这个黄板 建议呢一亩地的这个棚啊 你最少应该挂出来这个五十张啊 到六十张啊 来进行诱刷 这是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呢 是我们靠一个药剂的一个预防啊 我们呢可以使用塞中芹啊 配合西定虫胺 这个呢是防止牙虫 另外呢这个病毒上呢 我们主要靠啊 像一些这个牛奶啊 或者说是像一些这个 氨基寡糖素啊 或者是盐酸马林瓜啊 氨基寡糖炼蛋白啊 等等靠这样的一些配合使用啊 此外呢我们为了增加这个植株的一个抗性啊 我们呢可以给它配合使用一些这个 这个庇护 或者是安鲜脂啊 这样的一些药呢 来增强这个植株本身的一个抵抗力啊 好了本期视频呢就到这里吧